進入指揮中心 預估的疫情高峰期 但本土確診還沒有出現 單日破十萬例 二十一號本土確診數新增八萬多例 比前一天略降 分部縣市雖然還是以 雙北及桃園為主 但和十九號總數突破九萬例 當天相比 北部三個重災區 確診數反而微幅下降 但反觀中南部的台中 雲林和高雄 則是呈現上升的趨勢 疫情比較早開始的 台北 基隆 花蓮 新北 這一帶大概 都是以下降的趨勢為主 但是有比較增加的地方 在出現的時候 看起來是在中南部 這地方確實是有增加 這個地方是不是有可能在上升 可能在下禮拜 再觀察一兩天 疫情熱區是否轉移要再觀察 而中重症人數持續增加 二十一號中重症再添兩百二十三人 其中死亡的有五十九位 年齡在三十到九十多歲之間 重症的七十位中包含兩名未滿五歲的案例 一名五歲男童在家中昏倒 急診就醫後發現有肺炎和腦水腫情形 有沒有病發腦炎要再觀察 還有一名九個月大的男嬰 先是發燒呼吸喘 接著又出現笑吼情形 經過治療和同藥 病情改善 已經移除呼吸器 隨著兒童重症人數不斷增加 中央的處置指引也出爐 兒童重症問題要謹慎處理 而國內疫情發展 指揮官陳時中定調控制得宜 是否代表疫情高峰期還有變數 會比較大 可疫情延長的時間就相對的短 那各有他的利弊 面對疫情洪峰要有所準備 陳時中強調 中央和地方要共同合作 民眾也要配合防疫工作 希望把疫情的傷害降到最低 華新聞防疫情 陳義偉 特別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 blend在内容 你讓 treat 不敷感